实现时 各位的早上好 接下来我们聊天气情况 全国来看 今明两天受冬移较强冷空气的影响 新疆北部 甘肃的西部 内蒙古 东北等地有4到6级的风 下降温度是6到8度 上海今天是以晴岛多云的天气为主 气温在16到26度之间相当的温暖 说后带来更新的路况和天气资讯 两位同事 好的 下面我们来看这一时段的新闻 卫生部和教育部昨天发布紧急通知 强调严禁以防控甲流为由 向学生推销季节性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 等其他疫苗或搭车收费 严禁收取疫苗企业回扣 两部门还重申 开展甲流疫苗接种工作的医疗卫生机构和学校 要严格执行 知情 自愿 免费接种的政策 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学生收取任何费用 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厅昨天晚上通报 5号凌晨确诊宁夏首例甲型H1N1流感死亡病例 据了解死者为一名两岁十个月的男孩 来自宁夏青铜峡市 11月1号到银川市就诊 医院诊断患有肺炎和气胸 4号在抢救过程当中死亡 5号凌晨确诊为宁夏首例甲型H1N1流感死亡病例 另外 河北省昨天通报 该省出现首例甲型H1N1流感死亡病例 死者是成德市的一名男性中学生 因呼吸道混合感染 经抢救无效于10月29号死亡 记者从新疆卫生厅获悉 新疆新增一例甲流死亡病例 死者为新疆阿勒泰地区 富运县男性中学学生 于11月3号死亡 这也是新疆自甲流发生以来的 第二例死亡病例 香港特区政府15级卫生局发言人昨天表示 香港大学在其每月的恒长流感病毒监测计划结果当中 发现有两个于10月22号在上水图房抽取的株枝样本 还有甲型H1N1流感病毒 发言人说呢 本次监测的结果 市民无需为此过分担心 因为甲型H1N1流感病毒 一般在摄氏70度或者以上的温度就会被杀死 所以呢市民只要正确的处理 以及彻底的煮熟猪肉 以及猪肉的食品就可以安心使用了 视线转向重庆 为非作恶时间跨度长达8年 被当地的百姓称为开县一霸的李毅涉黑团伙 昨天在重庆开县接受一审的宣判 李毅因犯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放火罪 只有枪支罪多项罪名 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并处罚金101万元 上午 重庆市第二中纪人民法院 对开县李毅等26人涉黑案 一审公开宣判 法院审理查明 被告人李毅曾因犯强奸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李毅刑满释放后 于2001年8月 开始在开县临江镇境内 进行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 逐步形成以李毅为组织领导者 以李高清 唐绍红 李高斌等人 为骨干成员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该组织以开县市场物业开发有限公司 和开县江里客运有限公司为依托 通过实施强迫交易 敲诈勒索等犯罪行为 对开县临江镇境内农贸市场 和客运市场形成非法控制 获取暴力 法院依法以组织领导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强迫交易罪 非法持有枪支罪 故意伤害罪 故意毁坏财务罪 敲诈勒索罪 寻性滋事罪 放火罪 抢劫罪 恕罪并罚 判处礼异 有期徒刑20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101万元 其余被告人分别判处 6个月到17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两名非涉黑被告人分别判处 一年和三年的有期徒刑 并宣告缓刑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号上午 广东东莞市中级法院 开庭审理了王林等 18名被告人涉黑案件 这个团伙共有44人 堪称东莞第一黑帮 从2006年起 长期盘踞在东莞长安上沙一带 通过收取保护费 敲诈勒索 暴力抢劫等方式 称霸一方 短短三年间 共犯下各类案件26宗 其中敲诈勒索案11宗 敲诈勒索4万多元 另外10宗抢劫 故意伤害案件当中 有10多名群众被打伤 其中一人重伤 受审的大部分都是 80后面对审判 不少人痛苦流泪 来开一起事故的消息 昨天晚上20点30分许 河北省鸾县杨柳庄镇 东赵庄子村路段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据初步的勘察 事故原因为一辆 载货车与前车追尾后 发生了侧翻 闯入路边的人群 经全力搜救之后 32人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有19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事发后当地党委政府负责同志 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全力组织抢险救援工作 目前肇事司机和车主 已经被公安机关控制 事故的上后工作 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前几天我们持续关注的 湖北荆州三名救人大学生 不幸遇难一事 通过各种渠道 我们已经了解到了 在打捞遇难大学生的过程当中 存在着职业捞尸者 趁机勒索的情况 但是当您看到 接下来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想每个人都会感到一种亵渎 一种对生命的亵渎 被打捞上来的 一具大学生的遗体 被绳子绑着 大半个身子浸在水里 这名穿白衬衫的人 是捞尸船的船主 一边拉着绑遗体的绳子 一边摆手和暗上的尸声 谈价要钱 昨天 华商报登出了这张照片 照片是当时在荆州 遇难大学生救人现场的 一名目击者拍的 这名目击者并不愿意 透露自己的姓名 但他将照片提供给了 前去采访的华商报记者 郝建国 他为了把真相要说明 特意把照片提供给了我 我通过调查发现 劳师船呢 一共是两条船 他们是在大学生溺水以后 大概20分钟以后 到了现场的 赶来以后他就说 我们是指劳实体的 劳一句呢 是一万两千块钱 当时这老师身上的 没有这么多的现金 同学就把所有 身上的所有的钱凑齐 大概是第一批 他们拿到四千块钱以后呢 开始工作了 但是呢 他说 如果你们不给我钱 我只劳一句 后来劳出来一句遗体以后 他把一名大学生的遗体 一绳子绑着 在水中呢 吊在船上 然后呢 说你必须把这三万六千块钱 全部拿到 我们才能继续劳 经常在事发地 宝塔湾散步的人们 告诉郝建国 以遇难者遗体为要挟要钱 对这些打捞船来说 并不是第一次 他们经常见到这个船呢 就是专制的 从事这样一个 打捞尸体的这样一个工作 他们还经常给大家 发明片说 你们谁要给我提供一个信息 我们给你们两百元的信息费 可见他们是专门的 从事这个工作的 据长江航运公安局 荆州分局调查 这两条打捞船 来自长江对岸的公安县 符合镇 这也是附近的老百姓讲述的 就是说 他们有一规矩说 这个船去捞手 别的船不能仓火 这样的话 他们就可以漫天要驾 因为受害者 他处于一个弱势的 他没办法搞驾的 他是生命为筹码的 没办法和搞 对方要多少次能给多少 湖北荆州市 10月31号成立了关于 1024长江大学学生 救人事发现场联合调查组 向事发现场的目击者 当天参与救人的学生 长江大学老师 以及捞尸船船主 进行了调查 联合调查组组长 接受采访的时候介绍 目前调查已经有了初步结果 据介绍 打捞工作是由一家名为 荆州市巴林打捞服务 有限公司进行的 该公司2008年6月注册 是荆州市唯一的打捞公司 经营范围主要是 沉船和沉物的打捞 实施现场打捞的渔船 是打捞公司 临时固寝的另外的两艘船只 他们就是 这些这个打捞公司 也在 以前也在这个地方 曾经从事过打捞的工作 他从以前从事打捞尸体 他这次收费的是 收了三万六 据了解 该公司以前也在该区域 从事尸体打捞工作 关于以前的打捞尸体收费正在调查 调查表明在街道报警后 当地消防海事等相关部门 做出了及时的反应 救援人员在8-10分钟赶到了事发现场 有熟悉水性的消防战士 多次下水进行救捞 但没有搜救到落水失踪人员 据介绍 学生是在清电人数 发现有三名同学失踪后才报警的 由现场学生拍摄的现场照片的时间 现场群众报警的时间 以及公安部门接出警的时间综合分析 消防人员赶到事故现场时 学生已经沉入江中十余分钟 客观上失去了最佳19时间 而且当地水域水情复杂 导致了救援没有取得效果 视线转向台湾 台湾南投县昨天下午5点半左右 发生里是5.9级地震 距域镇中央最近的民间乡 震度高达7级 台湾岛内各地震感明显 台湾高铁列车一度停运 南投的部分地区通信中断 这是地震发生时 超市的监控录像拍下的场景 这位先生被地震吓到 扔下货品就冲出收银台 这里是台湾的高铁车站 地震导致高铁停运 乘客们出行受阻 等候以及退票的人群是大排长龙 由于恢复运行的时间不确定 车站里也没有及时发布相关消息 一些乘客情绪比较激动 工作人员忙着跟旅客解释 高铁大厅里挤满了匆忙赶路的人 却没有一个上得了车 傍晚的这次地震让高铁全线暂停运营 而这次地震不仅让全台各地的民众 都感受到了明显的摇晃 位于镇中的南投地区更使电讯中断 据了解台湾迹象部门测的镇中南投 体感震度高达7级 而在台北也能测到2级的震度 台湾有关部门表示 这次地震属于正常能量释放 民众不必恐慌 不过仍需小心渔震的再次发生 另外据青海地震台网测定 昨天早上5时56分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大柴旦镇东南方向发生里是5.1级地震 德令哈市格尔木市查尔汗有震感 镇中地区有部分房屋受损开裂 不过目前尚未接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 记者从青藏铁路公司了解到 此次地震没有影响到青藏铁路列车的正常运行 处于地震范围的青藏铁路 在以往的地震当中经受住了考验 线路稳定设备运行正常 列车运行畅通 为确保青藏铁路运营安全 青藏铁路公司已经派出了人员 加强地震范围内铁路沿线的巡检工作 昨天早晨7点31分 在陕西省西安市市辖区高陵县交界 发生4.4级地震 震源深度6公里 属于浅源地震 地震距西安市仅有25公里 西安市有明显震感 地震发生后 记者迅速赶往镇中所在的三个乡镇 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基本正常 在张卜中学的操场上 挤满了避震的学生和教师 他们分班级依然进行着正常教学 据张卜中学的老师介绍 中午12点前 当地陆续发生十余自愈震 学生以安全撤离教室 没有人员伤亡 地震发生后 西安及周边的同川 为难震感明显 目前震中高陵县 还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数字 统计上报 好的新闻先了解这些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 广告之后您将看到 美国一军营发生枪击案 造成12死31伤 抗议柬埔寨政府任命他信为顾问 泰国召回助检大使 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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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极了 金野拉面生极了 高汤淋汁更高级 金野拉面生极了 金野拉面 天窝绿茶 新的哦 天窝绿茶 真的新感觉 喝茶 当然喝新的 全新自我 天窝绿茶 红茶 有一条路 从城市到乡村 从国内到海外 购筑银行卡高速路 服务海内外持卡人 中国银联 买空调 要省电 要健康 要省电又健康 OK 没问题 省电又健康 就选奥克斯 奥克斯空调 我是自然 我是月火 自然中寻找每一处真实 真实中坚持每一份自然 严格限定产地 与添加月火 自然至上 北京时间7点15分 各位早上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 下面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德克萨斯州 胡德堡陆军基地 昨天发生枪击案 美国军方发言人表示 目前枪击已经造成至少12人死亡 31人受伤 当地时间5号下午1点半左右 基地内负责军人各类档案资料的人士和医疗办公室 首先遭到枪击 随后在基地剧场也响起枪声 军方称 一名枪手被当场击毙 另两人被逮捕 他们都是美军士兵 目前这个基地已被暂时关闭 由于美国前线战事不断 许多士兵承受巨大压力 军队中的自杀率已经创下新高 军方发言人表示 现在很难以确定枪案原因是否与士兵承受的压力有关 美国联邦调查局已派出特工对案件进行调查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泰国政府昨天发表声明说 泰国已于当天召回驻柬埔寨大使 以抗议柬埔寨政府任命泰国流亡前总理他信 为柬埔寨首相洪森和柬埔寨王国政府的顾问 作为回应 柬埔寨政府当天也宣布召回其驻泰国大使 泰国政府此前表示 如果他信进入柬埔寨 泰方将要求将他信引渡回国受审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 昨天在总统府发表电视讲话 重申他不会参加明年的 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和巴立法委选举 并强调 明年1月24号举行大选的日期不会改变 阿巴斯讲话结束后 法塔赫中央委员会随即发表声明 重申阿巴斯是法塔赫组织 参加明年大选的唯一候选人 位于荷兰海牙的联合国前男行庭 昨天作出决定 将为波黑赛族前领导人卡拉基奇 指定一名辩护律师 已在卡拉基奇屈席时代表他出庭 庭审将于明年3月1号重新开始 对卡拉基奇的庭审始于上月26号 但卡拉基奇以未做好自我辩护准备 为由拒绝出庭 3号 卡拉基奇在出庭时再次提出 他仍需要至少10个月的时间 进行自我辩护的准备 英国和阿富汗目前正在队伍名驻 阿富汗英军士兵3号遭枪杀案件 进行紧急调查 英国担心有塔利班武装人员 渗入到阿警察部队中 但英国首相布朗表示 帮助训练阿富汗警察部队的行动 不会停止 好的 国际新闻先了解这些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 广告之后您将看到 2009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发榜 比亚迪掌门人王船福身价396亿拘手 阻挠正常